第一次跟我們說的是基本人權、食物方面 第二位是台大公會的簡言佑 我們請他跟我們說的是勞動權跟實體權方面的事情 第三位是民族鬥爭的吳蓁 我們請他談的題目是世代鎮與經典戰爭 下班場的經營方式也是跟上班場一樣 每位長者有25分鐘 倒數三分鐘就會想零一次 倒數一分鐘會想零兩次 時間到會想三次 一樣我們最後再統一進行發問 我們先請第一位顧律師 謝謝主持人 剛剛上一場三位都是學者 聽起來都很嚴肅的樣子 也很有學問 現在這一場算是 覺得比較看不得我 哈哈哈哈 不過剛剛呢 無人提到那個 Eckman的這個 所謂的institutional moment 那麼 我也想引用一下那個就是 有一個叫Ellster 應該在科魯利亞吧 Ellster Ellster 不是老師 你好老師 那他在 Duke的那個 Rodgeral有一篇 有觀看憲法的 making process 那麼 那麼 他裡面大概是 因為他比較熟悉的是 東歐 還有中南美 那當然他從美國 然後在盤歐洲 一直引述到戰後 那麼他當然就有提到 有一些就是說 制限 修憲 一個條件 條件是什麼 那這個當然跟這個Ellster 這種交話 當然有他的 同樣的類似的地方 那台灣當然 互合他這樣子的一種 氛圍條件的時刻 當然就是應該是在 90年 我們從威權走向平復的過程當中 就是剛剛提到 大概就是說 八八八七結束戒嚴 八八講你沒有過世 那李登輝上台 那就在推動了這個所謂的限改 我那個時候還很記得 我那時候剛從美國念書回來 那麼 當然李登輝就開始推動這個限改的議題 那 台北律師公會 當時在1990的那一場 很重要的 對律事件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旅程碑的選舉 就是說是文學校打垮了軍系的律師 那麼奪下了台北律師公會 那麼自從奪下台北律師公會 那麼台北工會就認為說 呃 律師公會的立場 就是要積極的參與這個 這個政治改革 跟社會運動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發表了一個 叫做十項憲政改革聲明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答案 因為那個時候都在炒這個有關這個國家任務的問題 那台北工會那時候就決議就說 認為應該要制定基本法 那個時候就把德國制定基本法 那這個聲明出來之後呢 就有軍系的律師就告 涉嫌判斷 涉嫌判斷 那我還有黃昭元 還有范芳全三個都成為被告 那還有其他的那些同意的一件事都成為被告 那我們三個 當時並不是這個一件事 我們那時候我年紀還很輕欸 我1989 那時候很幾歲啊 總之1990 年輕的年輕那時候是年輕律師 負責抬教 那我們三個之所以會成為被告 就是因為黃昭元寫的那一篇 就是制定基本法 正是國家分裂現實制定基本法 那我跟辦公室三個人都是 我們三個都是共同作者 因為這樣被告 那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接到開庭的同時 他就直接用不起訴處分 就拿到一個不起訴處分數 所以在理論上我們有一個紀錄 叫做叛亂罪的一個歷史 一個紀錄留在一個檔案裡面 我有不起訴 那所以回到剛剛講的就是說 Elster的講法認為說 叛亂他有一些條件從下往上 從上往下 當然有涉及有權力的人的意志 那當然也要有一定的下面的一定的熱情 才能夠激起一個限 改的一個熱情 然後一個條件 那台灣在當時是有那樣的條件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雖然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氛圍跟條件 但是呢 基於兩岸的這樣的一個現實 他事實上沒有真正能夠 達到一個透過實質的修憲 或是透過一個正式的一個制憲的運動 來整個翻轉 整個台灣成為一個徹底的一個憲政民主國家 那這個是當然有他的一個基本現實的一個考量 那這個情況如果按照剛剛我們瑞仁兄講的說 以暫時過渡的狀態 我剛剛是特別記得你剛剛講的 用暫時過渡的狀態加以什麼 加以暫時固定嗎 還是加以固定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所謂的暫時的過渡狀態加以固定 一直固定到現在 那有沒有解脫的可能性呢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用一個法律的一個認定 來表現 我們一個所謂的Nation 那所面臨的難題 事實上跟90年代所面臨的 到底現在是不是更難 還是有他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去考量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從基本人權這一章 這個觀點來看就是說 當時因為欠缺的這樣子 我們一個人在一個轉型的社會裡面 那麼Elster的一個看法就是說 像東歐他們就是在轉型 因為他們從共產黨的統治 那麼開始人戰結束以後 大家都會透過一個實質修憲或自憲 來從事一個限改運動 然後最後實驗他們的一個民主體制 那台灣本來依照 這應該也應該享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但是因為特別是兩岸的因素 然後照著沒有辦法達到 沒有辦法達到以後 就用這個限馬真修條文 去做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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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像是一個貼布的方式 來去做一些貼 那其中特別在這個 基本人權的這一章 就完全都沒有被貼到 就是說它完全沒有去改變 基本人權的這一章的內容 那另外特別重要當然就是在司法這一塊 因為司法的這一塊是 運用這個基本權力清單的上面所有的 內涵的一個一個結實 但是因為我們採取的並不是一個 徹底的一個轉型 透過一個自憲或者實質修憲 然後來達到一個徹底的轉型 那特別在司法這一章 也從來在90年代的那一次的限改運動裡面 沒有被照料到 沒有被照料到 所以我們的司法呢 在威脅時期的法官 轉到的這個民主90年代以後 他還是法官 沒有任何一個法官因為這樣而去之 也沒有任何一個法官呢 類似像東西德一樣在合併了之後 然後東德的法官呢全部集體推位 然後再接有一個委員會 然後來重新領選 具有這個人權意識的法官 沒有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徹底的一個轉型 所以在司法的這一塊呢 我們透過這樣所謂的 叫鄰近隔壁也好叫什麼也好 他完全的不動如山 那麼透過這樣的司徒相承 還是一路進入到了現在 所以對於在基本權力的這一塊 唯一能夠寄望的就是大法官 唯一能夠寄望的 所以剛剛張文貞教授就會引述了很多大法官的解釋 在這個上面 然後會說阿達 那我覺得大法官會設置 這個從威權走向民主 它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它開啟了一個窗口 一個窗口 讓我們有一個 透過這樣大法官 特別在這個轉型的過程當中 它去做了一些比較進步性的解釋 讓我們得到了一個舒緩 不然的話司法這一塊會更慘 會更慘 因為它被徹底的注意它是池水 那麼完全沒有動 那法官還是那樣的法官 他在威權時期當法官 他到了解約之後他還是法官 他的觀念思想完全沒有進步 那麼司法這一塊會感覺非常相對 以社會會相對的保守 那完全不能夠得到信任 這樣子的遺憾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那當然有一個大法官 所以我今天講說中國應該要 要有一個這樣的窗口 兩個窗口 一個有限度的提放政治選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開啟一個視線的機制 這個是他們的問題 這兩個沒有的話 我覺得中國很難形成一個 一個所謂的和平轉移的過程 那只有大法官這個 那夠不夠呢 當然是不夠 因為不夠 因為大法官的視線條件是很嚴格的 很嚴格 你如果人民 就基本權的受侵害的這個部分 你要等到整個三審判決 確定了以後 然後你再找出說 這個判決所適用的法律 他有違反憲法的地方 然後你才可以去申請解釋 然後大法官要不要受禮 那完全看他 他不爽他就不受禮 那他也不護理由 那他覺得這比較重要 他就幫你受禮 受禮了之後呢 他過了好幾年之後 才會做出一個解釋 那這個解釋做完了之後呢 那如果是你這個個案 那你算是給一點回饋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申請再審 然後再回到普通法院 可以再做 就像許志強這個案子 大概幾乎 但是記得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人民 人民是每天 如果你有案子 你是要到法院去每天碰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法官他就是坐在上面 那麼他並沒有很快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 你說法官的這種人權的素養 人權的醫師 或者是說對於基本權的一個理解 是不是有逐漸比較近 當然是有 因為透過人員決案 那種人的努力 總是有一批新的人去當法官嘛 對不對 那不可能 那在老的話 逐漸會凋零 逐漸會過世 會pass away 但是這個過程很緩慢 那而且呢 而且這個人事的制度啊 在台灣來講 是非常被詬病的 就是說 他是很年輕的學生 比如說你畢業了 你才 你是法律師嗎 對 好 他 你現在幾歲 23 23 對 我25開始當律師 我就很慶幸 我沒有去當法官 那如果以他這個年齡 那麼他畢業了之後 那當兵只要一年 那他考上了 他兩年去練習 他就可以去當法官了 那他進了那個司法新村裡面呢 就進入了這個 這個比白色巨塔還要恐怖的一個地方 那他進去以後 師徒相成 同才壓力 很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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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張文誠講的 他也 急不太得了 然後他 逐漸逐漸 因為這個審判的這個制度的 這個沒有裁決比較進步型 就是說沒有徹底的翻轉 比如徹底翻轉就是要排除法官的一段 排除法官的偏見 要證據不可以 一開始就讓法官看到 那法官一看到覺得面前都是壞人 然後呢 他把基本權利這一張全部光光光了 那 他甚至有很多法官 他一開始面臨的爭辣 就是說人家身體激壓他不要壓了 那有法官有時候 比較有進步意識一開始進去說 不要隨便壓把它放了 放了以後沒想到 他出去實踐有一件 他又很不幸又去犯了 那社會輿論值得 他又越來越保守 就是說他有他的一個懷念 他受到 這個 這個 他受到這樣 因為年紀很輕 雖然一個百步 那麼 雖然在學校有受到一些熏討 可是進去就會很容易受到污染 那 年紀又很輕 他沒有嘗到世界上很多事情 就進去 關進去了 然後就要求你要輕心寡慾 跟社會不要過多做 不要跟社會做過多不當的接觸 跟同學最好當律師的 都要斷絕來往 那麼等等 像這樣 那就會受到誰的影響 就受到上一輩的影響 那上一輩的人 就是威權時代的法官 那這樣的一種師徒傳承的總制度 使得我們這樣的一個司法的這個環境 就進展了跟社會在90年代之後的 這樣子的一個民主化的過程 所相對的一個進步 就落差很遠 那當然有少數異類的法官 他們如果不求升官 他就說 我進去我就地方懷疑我幹一輩子 是有啦 潛艦龍啊什麼的 這種都是異類 被認為平衛異類的法官 他很有自覺 他覺醒 那有自行能力 但是他非常非常少 所以就會使得這整個的 這個司法在運用這個基本主義這一戰 就非常非常的難 讓人家難以忍耐 那整個90年代 我們這一代人所參與的司法改革運動 那當然逐步在制度上面想要有一些建立 有一些建立 包括最重要當然是一路去修改習自主奉法 把無罪特定原則啊 證據裁判的原則啊 傳聞法則啊 交互結問啊 等等 這些屬於比較這種所謂的 對抗式的這種精神 把他帶到法院去 不要再像以前這樣 你只要在警察被打 那麼自白就一路有罪 像這樣子的一些觀念 把他帶到行訴送法裡面 希望讓他能夠修改修改修改 但是呢 到最後還是會碰到 這個憲法上面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大家都在討論說司法院是什麼東西 司法院既不是最高法院 也不是 所以大家知道司法院在幹嘛 養老 養老 對於一般來 你體會到法院就是法院 那對司法院到底是做什麼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大家不是很夠理解 所以在討論說司法院要廢掉 那司法院一定要修改 那大家也提到就是說 這個法院的這個法官的眾生保障 還有法官的考試 這些制度都有涉及到一些 對因為法官受到憲法上面的一些保障 那大家開始去檢討 那也涉及到說人民要參與審判 那人民不是終生子的法官 那會不會有違憲的問題 如果不入憲 不把他把人民參與審判可以放到憲法裡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爭議說 這個是違憲 像這樣子都卡在就是說 憲法是動不得的 沒有辦法動 所以很多在司法的組織上面 司法的人事制度上面 人民參與審判的這個概念上面 都沒有辦法進一步的很快的去落實 那最後就是說沒有辦法徹 一個徹底的一個翻轉 一個徹底的轉型 使得這個司法的進步相對來就很慢 那司法就一直得不到人民的信賴 越來越得不到人民的信賴 越來越覺得他是可以被操控 那像這樣子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法官 確實在運用基本權的這一章呢 很弱 完全沒有憲法的意思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 那法官應該要讓他的薪水高一點 或者是說要讓更優秀的人能夠進局 那搞到現在呢 大家只要提到法官的薪水 就要提到大家都越搖頭 那大家要找優秀的外面的人進去 每一個人都不趕進去 包括我也不趕進去 這不趕進去這個理由再說 這個講一大太多 那總之就是說 他在這個司法的組織 在司法的這一帳也沒辦法動 那相對來講 剛剛 教授他已經講了 就是說有關整個基本權力這一帳 大家都運用的是 就是說因為他剛剛是在1940年定的 那相對來講當然是落後現在的 有關各個 因為透過日後的這個國際人權公約的陸續的制定 那當然就變得很緩慢 那不然變得很不合時宜 那應該也要動 那當然 但是也因為總統的因素也不能夠動 那不能夠動的之後呢 當時也提到就是21世紀憲改聯盟 那個當時是點政府的時代 他是從上往下他是先要推動 但事實上下面那個條件不夠成熟 沒有在李登輝時代的那樣的成熟環境 所以幾乎沒辦法動 那麼這個民進黨也很那個 就每天在推這個憲法修正查案 那我們每天參與不需要多少文本 那麼地人裡面的基本權力 請大家也都搖搖沙搖長得很漂亮 但是從來就是一個剛剛磚頭一樣 放在那裡這樣 沒有實踐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條件沒有辦法成功 那後來呢在北辰府的末期就開始想說 要定這個人權基本法 那因為我當時在行政人權法那種小組 那我就著急 或者著急定人權基本法 定定定定定定 定半天發現他這個位階 就是說非常有問題 他到底是憲法上位階 還是一般法律位階 那麼跟一般其他的法令 這個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在一般法律之上憲法之下 他是等同失職憲法的一個效力 這樣子又很大陣 後來雖然草案也弄出來了 盡量把兩公約的一些規定把它拉進去 但是草案弄出來最後也無期而終 那後來到了最後的時候呢 就跟外交部回來商量 就是把兩公約把它內國法 內國法就是定所謂的施行法 所以現在有看到這個所謂的公民政治權利公約 還有經濟社會公民權利公約的施行法 要把它定成施行法 那現在因為定成一個施行法 現在成為蜂巢 所以他現在都一直施行法 大家知道現在有CRC的施行法 就是有關兒童權利公約的施行法 然後也有CRPP就是 生性障礙者權利公約 也要把它定做施行法 現在已經成為一股蜂巢 那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把國際人權公約 既然沒有辦法直接把它放到 憲法裡面 那我們就把它定成一個施行法 放在那個裡面 讓他可以去約束 讓他可以去約束 在司法的過程當中去約束法官 讓他去理解說 這個效率應該要比一般的法律要高 一般的法律要高 但是從實務上看起來 到現在為止還是寸步難行 那麼大概都是要等到最高旁邊 難得的去引用了那樣子的一個 公約裡面的一些概念 就是說因為這個公約都在聯合國 有一些委員會做一些 有一些所謂的一般性意見 那這些一般意見會做一個 對這個公約的內涵做一些詮釋 那你可以 可是一般的法官完全沒有辦法去理解 當然我們都要到最高旁邊 或者是再達到大關 所以這個困境 依舊是存在的 依舊是存在的 所以推動憲改的一個最大力 就是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如果這個條件 這個氛圍成熟 法官也會充分的去感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那麼他們對憲法 所謂基本權的運用 就會比較的有這個意思 因為過去以來憲法這個東西 不在他們的腦子裡面 那我想透過整個的一個過程 那會讓他們這樣的一個意識 會逐漸逐漸的一個爭搶 那麼在憲法的這個運用上面 他們就不會一意的把它推到大法官 他們都認為他們本身也會有適用的義務 或者至少他們認為有任何疑慮的時候 他們就比較更勇敢的去停止審判 申請大法官警示 那麼甚至呢來拒絕使用他們認為不可憲法的這些法律 那更不要說是命令 或者是一般性的一些行政規則等等 就會更有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剛剛所講的 這些法官司徒下證 還是這個進展還是有緩慢 但是透過社會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那麼他們也是社會的一分子 那他們也是上過月間老舍出去的 那他們呢 suppose如果成為一種風潮 他們就同菜的壓力就會比較小 他們就成為異類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 那麼他們就會更敢於運用這個憲法 在他們的判決裡面 那所以這也可能是說 就我認為從實務上認為所看到的就是說 推這個所謂的憲改運動 在施法這個運用的層次上面 在基本權如果說徹底的再做一個review 或一個修改的一個過程當中 所形塑的這個人民的憲法意識 那當然同時也形塑了法官 檢察官們的憲法意識 那當然也有律師的能夠知道如何運用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就具有帶有一個很深刻的塑造一個共同的 所謂的想像共同體 所謂的一個形塑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我們的施法能夠有再往前往踏 大步的往前面再揍的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對我本來講也是距離很大的一個計劃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謝謝你們 謝謝顧律師 那我們接下來請見您用 好,就是 大家好 我是 今天是 就是 我的身份就是 台大公會的 的代表 就是 就是 我今天其實本來是 一個學長們要來接這個 分享 然後可是他名次有事